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修行都会有成就 也不是每一个有成就的人都会跟你有缘 对吗 不是每个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是 我们的讲是一样东西叫做缘分 有缘分的时候呢 讲课的时候 或讲什么 他会点醒你 没有缘分啊 你怎么讲 耳朵盖住 耳朵盖住 眼睛也盖住 听不懂 所以可能要借 刚才你说讲的 另外一个方式找 他喜欢的人跟他讲 这个就叫上巧方式 去开悟 所以这叫开 放开 打开 那 首先我们讲说老师 你可以讲老师是活佛吗 你的佛吗 学校的老师可以吗 没有可能 对吗 那 叫你佛学的老师 他是佛吗 他也不是佛 叫你佛学 叫你知识 那 可能是 出家人 他是佛教博士 教你 教你 这些东西 你可以称他是佛吗 可以吗 也不可以 何谓是佛 其实是 这个就叫看缘分 因缘 谁是你的佛 当他能够有那个因缘 你跟他 心打开的 他讲的话 你会收在 内心里面 慢慢地改变 就像 佛陀 跟我们讲的话 会使我们的整个神魂 我们整个人 会转念 从恶变善 自愿舍弃 要做什么坏事 做什么 过去的东西 我们要做什么之前 我们会在 暂停想 或者是我们 如莽的时候 做了之后 之后会后悔 会忏悔 那这个人 或这个喇嘛 或这个上师 尤其是他这个活佛 他跟你有师徒 师徒的关系 传过 传承给你 或者给你灌顶 的关系 就变成所谓的 常常又有常沟通 互相文化了解 语言了解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讲说 我的上师是 哪一个大活佛 哪一个大活佛 你认识他 他认不认识你 是另外一回事 OK 所以他可能是 那一边的人的大活佛 可是他可能 不是你的大活佛 可能你的大活佛 就在你的面前 你看不出 OK 所以 什么叫做活佛 他把佛陀所做的 讲的话 生活方式 跟内心的转念 智慧 带领你 活起来 他就是你的活佛 所以 在藏话叫做 尊贵的上师 那一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